因为沙特记者遇害案,让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成为关注的焦点。 穆叔对他的外交有几年观察,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2200多字,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之后多交流。 2015年4月,80岁的沙特老国王萨勒曼,突然撤换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穆克林的王储地位,任命自己的侄子本乃伊夫为第一王储,自己的小儿子小萨勒曼为第二王储。 小萨勒曼当时只有30岁,当时穆叔正在一家媒体工作,看到这则消息一时的,这等于是给小萨勒曼登台做铺垫,毕竟一下子把弟弟换成儿子,太过眨眼。 固然两年有的2017年,那伊夫的王储地位被废,沙特明正言顺的从双王储,回到了唯一王储的船头,小萨勒曼正式登台了。 不过穆叔还是判断,从2015年穆克林,被解除王储地位之后,小萨勒曼其实就已经掌权了,特别是对内经济改革。 他是总负责人,对外的外交关系,他也有除了老爹之外,最重要的话语权。 因此,外界看到这几年沙特外交突然风生水起,其实就是小萨勒曼的动作,穆叔宁愿把他叫做心机波尔,因为这个30多岁的哥们,确实胆子太大,而且很有心计。 所以讨论沙特2015年之后至今的外交,必须要看小萨勒曼的一点变形。 小萨勒曼对美国非常依赖,在奥巴马时代,他就显得非常活跃。 2015年美国和伊朗达成一核协议,这在沙特国内,被视为是一个威胁和外交挫折。 此后,小萨勒曼主导外交后,积极运作奥巴马访问沙特,2016年4月,奥巴马到访利亚德,正好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在沙特召开。 沙特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彰显了阿拉伯团结象征的地位,而奥巴马的出席当然是给小萨勒曼脸上贴金。 这也使得沙特对美国的不满减弱,沙特媒体称为,这是两国关系的崇高。 在特朗普时代,小萨勒曼更是发现了比他大几岁的同龄人,特朗普的女士库什内,即将推出的新版中东和平计划。 主要的操刀人就是这两位年轻人,他们试图以新思维,完整中东。 据说新版中东和平计划里,让巴勒斯坦人不要再向耶路撒冷为首都了,而是劝书以色列拿出一块地方,靠近耶路撒冷,给巴勒斯坦人建都。 之后双方华并边界,巴勒斯坦建国,实现巴里建交,之后阿拉伯世界整体域以色列建交,两个陕族民族,斗了几十年,以这种方式达成和解。 一块对付波斯人,伊朗政权,从这个计划上,是不是能看出小萨勒曼的心机? 他的父辈们几十年都没敢触碰,没能解决得最头疼的巴勒和平问题,他想以处处茅庐的三十岁年纪给解决掉,从而树立自己未来在沙特,乃至阿拉伯世界的绝对霸主地位。 当然,这背后需要美国的强大支持,他和库什纳的接触,就是美国支持的力争。 但是如今沙特记者甲述几遇害案,让双方关系可能蒙上阴影。 美国媒体称,库什纳曾给小萨勒曼打电话,直言他是不是参与了这件事,得到的答案是一万个否认。 据说库什纳相信了,美国媒体则炸锅,认为库什纳很傻很天真,连这样的心机不会话都信,甚至有人认为白宫的官僚们都被小萨勒曼操纵了。 不止如此,据说小萨勒曼在两年前还操作了沙特与埃及关系的缓和。 很多朋友不熟悉这段历史吧,其实他们之间关系是勾心斗角的。 除了都想争取成为阿拉伯领袖之外,还有现实利益分歧,有领土纠纷。 当时老萨勒曼国王访问开罗和赛西总统签署了解决领土问题的协议,埃及宣布向沙特转红海阿卡巴弯弯扣两座无人岛地狼岛和塞纳菲尔岛的主权。 并解释由于担心被以色列占领,沙特曾于1950年将两座岛与转让给埃及。 现在沙特有足够能力保卫两岛,所以回归沙特。 不少埃及人跟着瞎嚷嚷,说这是出卖土地,但其实更多名人很清楚,沙特是土豪,埃及太吹钱,这两个岛本来也没什么价值。 小范勒曼操作沙特拿钱买回来的概率很大,因为在访问中,国王承诺给埃及大笔资金用于建设。 当然此只让沙特王室在国内受到了欢迎,小萨勒曼的心机不言而喻罢,小萨勒曼的心机还体现在在对待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问题上。 其实,沙特对巴沙尔一贯看不顺眼,因为巴沙尔这个阿拉伯人,竟然和波斯人更亲近,对同文同种的沙特本海温,阿拉伯国家爱戴不理,甚至暗中视为敌人。 2015年,美国出兵叙利亚之后,小范勒曼主导的沙特外交,对叙利亚的态度更为强硬,将叙利亚施作阻挡伊朗势力的重要节点,对反对派的支持不遗余力。 与此同时沙特军队主动空隙们判决胡塞误装,更让外界对小范勒曼的冲动,有了全新认识。 这场战斗在沙特王室中都引起了很大的波澜,甚至有王子和王叔们在外国公开反对这场战争,指责小萨勒曼浪费大笔金钱,还看不到取胜的希望,此只让小萨勒曼非常恼火。 据说在卡书吉案发生的前一个月,就比破公开让他丢丑的一些王室成员在外游里,你们骂我,干脆别回国了。 同时小萨勒曼对华态度也不错,虽然心机,但是在走平衡路线也是一个现实的考虑。 2016年,22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签署多哈宣言,这是中南关系升温的标志文件,甚至对相关海域问题都有涉及。 作为海湾阿拉伯世界最主要的大国,沙特当然在推动阿拉伯国家任何宣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里面的很多措辞,让中方满意,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沙特敢于亮明态度,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也能体现阿拉伯人,包括主导沙特外交,对小萨勒曼的心机。 目前,卡书吉安爆出,让这位新机和这些年的对外雄心,可能遭遇了最严重的挫折。 这也是土耳其不顾一切,要把此案和小萨勒曼联系起来的重要原因,把它拉下马,很多中东与世界的外交纷争可能就有利于土耳其。 因此,此案对沙特最坏的结局,就是小萨勒曼的王处地位受损。 不过凭借他过去一贯我行我素的大胆加心机的风格,如果真的失去王处地位,这么多年的人脉积累作为后端的话,不排除小萨勒曼的反击,会让沙特王室内部会出现一轮博弈,当然也会影响本地区乃至世界局势。 你如何看待小萨勒曼?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